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由澳门菜品眼 公司赞助的本州菜市工量 我是智新 我是阿君 今天的节目 我们会为大家分享10月25号 本州六的两场资源赛事 首先来看看这两场赛事的好赛初本 昨天第一场为大家介绍的 得教育赛事 多蒙特对汉洛威 上季亚军多蒙特 今季的成绩带到退和 开局脱脚 令到球队已经失去很多斟鱼的机会了 现在刚排在榜下游的位置 看来利云杜夫斯基的离队 确实对球队影响很大 奥巴美人虽然有入球 但始终是级数上 和利云是有一段距离的 亦未能够担当起一个带队投队的领队 香川和马高雷斯有一个潜质 但两个人现在都自身难保 这场仍是有主场之力 面对中游的汉洛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 汉洛威现在排在榜中游 表远不过不失 曾经贵初击败过小黑04和汉布 一度令人有期望 但之后的赛事可以说是打回延元 对着拜仁和史日加利都落败而会 防守上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他们攻击能力十分薄弱 前线祖斯奴经常单打独斗 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援 改善功力一日多慕之急 今场赛下多忙特 有望对对手不滋滞的时候 就得到一分已经有所交代了 第二场为大家介绍一只英超的赛事 新特兰拳住阿仙奴 新特兰今季可以说以和为贵 要赢他们绝对不容易 但他们也没有足够能力去击败对手 这个与阵中全卫公分营的球员 就有莫大关系 卡达摩尔、拿神、鲁迪威尔等 全部都是不惜起力在中场抢夺 强于曼联的中场 也未能够在中场抢到优势 前线仍依靠一只费茶中锋陷阵 今场在主场连战 同样以中场胜强见称的阿仙奴 相信硬正的后防和中场线 可以被阿仙奴跌大的威胁 阿仙奴的中场一向都有人门之患 但可以大胆说句都是玻璃脚 难怪是玻璃要大量扣入中场 阵中不伐世界级的中场 可惜每一次硬仗或重要关头 表现失准 尤其是奥斯尔 这样明显是心理上的问题 而不是技术上 另外太多的技术型球员 亦都令到中场耗耳失去平衡 今场可以说是一大考验 究竟公斌型的中场线 亦或技术型的中场线是比较有优势呢 首先顾勿论哪个比较好 今场胜费的观点 都是要看双方的前线把握能力 为大家分析了两场半周六的焦点赛事之后 我阿君有一条二川一的介绍给大家 多蒙特让球星和新德兰让球星 而我自身为大家推荐一条 波胆二川三给大家 多蒙特对海洛威一比一 和新德兰对阿仙奴一比一 在节目余结之前 我们看看今个星期由我彩赞助的直播赛事时间表 来吧 好了, 今集节目都差不多了 下集我智琛和阿君 将会给大家推荐之后的赛事 大家记得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